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啊,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准备在6月的21号到6月的26号带领大家呢,去山东省进行游学 主要呢,会去到三个城市,就是威海、青岛和青州 那么听这个名呢,大家就猜到个十之八九 因为这个威海和青岛呢,主要是跟中国近代 特别是海军的这个兴衰,被殖民的这段历史是密切相关的 这是我们平时呢,讲的也比较少的一个内容 比如我们到这个威海会看到著名的刘工岛,北洋水师提督的衙门 著名的甲午战争纪念馆,这是我认为呢,在中国同类的纪念馆当中建的最好的之一 还有呢,比如我们会看到这个定远舰一比一比例复制的这个模型 另外呢,如果我们到了这个青岛,会看到很多著名的德式建筑 因为当年它是德国的殖民地嘛,1897年德国强租交流湾之后 才有的这个青岛市,比如像它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总督官邸,什么总督府等等等等 很多地方,另外还有名人康有为的故居 还有著名的这个劳山,劳山道士,这是很有名的 从小我们看动画片里就有这劳山道士,我们可以到劳山一探究竟 另外呢,青岛是中国唯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地 那中国在一战的时候虽然置身事外,但是日德两国为了争夺青岛大打出手 所以青岛有一个著名的一战遗址的博物馆,很值得一看 青州就不用说了,著名的青州造像,这个号称青州的微笑的佛像 所以呢,虽然它只是一个县级市,但这个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所以非常值得期待,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咱们言归正传 这两天呢,听说伊朗的总统神棍莱西坐直升飞机呢,视察 半路上的飞机出故障坠毁了 这个老莱西呢,就见了真主,享受72个处女去了 看来呢,在伊朗当官啊,真是个危险的职业 有可能像苏莱曼尼少将那样,几个革命卫队高官,被美国以色列的炸弹炸死 还有可能呢,被飞机失事送走 不知道下一个伊朗高层,这些神棍们会选择怎么样的见真主的方法 因为伊朗啊,和以色列美国关系不对付 加上这次他做的呢,还是美国呢,当初卖给巴雷维王朝的直升机 于是乎呢,莱西之死就引发了人们的无关猜想 认为是美国人策划的一起阴谋 这事呢,也不能怪人们想象力太丰富 因为历史上确实有这种空战发生啊,特别赶巧的事儿 尤其是莱西这事儿 莱西这个空战呢,是人类第一次有人担心有活人生存的空难 由于那个这个空战啊,事发突然又不好调查原因 所以呢,就非常容易引发一系列的这个阴谋论 在二战时期啊,曾经出现过一起空战 直到今天呢,人们都在猜测他的真凶是谁 1939年,俄国入侵波兰 然后呢,把上万名波兰军官和其他知识分子带走 40年呢,把他们秘密枪决在卡廷森林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 波兰流亡政府和苏联成了盟友 波兰人呢,就向斯大林要这些军官 而斯大林表示呢,他们都去了远东了,自个儿也没辙 到了43年,德国人占领了卡廷森林 并且意外的发现了这些波兰军官的尸体 根据科技手段,很容易呢,判断这些尸体呢,是死于40年 这事儿一出让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军队人心浮度 在中东训练的波兰士兵甚至表示不去欧洲了,直接去苏联复仇 面对这些士兵的怒火 波兰流亡政府总理希克尔斯基赶紧坐飞机到中东 安抚他们的情绪 但是呢,在返回途中,飞机失事 希克尔斯基和他的亲随遇难 只有这个飞行员活了下来 本来呢,这个希克尔斯基是愿意跟苏联人好好谈的 他的死呢,使流亡政府失去了和苏联好好说话的窗口 也让流亡政府是元气大伤 下一任总理坚持要求苏联政府彻查这件事儿 导致苏联人和他们断交 另外扶植这个波兰傀儡政权 并且在二战后由这个傀儡政权掌管波兰国政 而流亡政府呢,只得在二战后继续流亡 直到1989年东欧巨变 才把国习转交给民选上台的团结工会 希克尔斯基啊,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遇难 所以人们很难不对这起事故产生怀疑 在调查过程当中,那位幸存下来的飞行员说话含糊其词 要是说出了矛盾部分,就说自己失忆了,记不清 更让人觉得希克尔斯基死的是另有隐情 有人说这是苏联人或者波兰反对派做的手脚 有人甚至怀疑是英国人干的 因为波兰流亡政府的英国 英国政府呢,出于和苏联合作的目的 需要让希克尔斯基闭嘴 在二战后,由于英国对言论没有限制 人们在编派希克尔斯基的死因的时候 最容易想到英国人 冷战时期呢,关于英国加害的说法是大行其道 这个战时首相丘吉尔就是杀人凶手 人们不仅怀疑,还把这种猜想写进了小说影视作品 实际上关于他的真实死因 英国政府在60年代表示已经查明了 飞机不存在人为破坏 希克尔斯基没被暗杀,就是意外身亡 不过这个意外到底是真意外还是人为造成的 他们卖了个关子,说真相不能公开 得几十年后才解密 卡廷森林引出来的空难阴谋论还不止这一条 2010年波兰政府应俄国政府邀请去参加 卡廷森林的悼念仪式 总统专机在降落过程当中冲出跑道坠毁 飞机上所有人员全部遇难 波兰政府几乎团灭 事后呢,同样有怀疑的声音说这是俄国人的谋杀 这些年呢,波兰反俄情绪越来越大 这个声音就越来越响,实际上啊,这起空战真的更像是操作失误 跟谋杀没什么关系 斯科尔斯基坠机十几年后,世界又发生了一起有关政治名人的空难 凶手又一次被怀疑是英国人 六年代初,非洲大陆南部一众国家纷纷独立 由于当地人呢,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 基本上一独立就陷入内战的边缘 尤其是刚果,刚一独立就军阀林立 各自招兵买马,战争一触即发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伍德在刚果来回奔走斡旋 结果1961年,坐机离奇坠毁 在他死后,非洲军阀大有变本加厉的态势 联合国维和部队甚至主动出击消灭过一支 但也没辙彻底解决军阀问题 而接下来的继任秘书长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刚果身上 导致当地战火纷飞 内战一直打到前几年才宣告结束 哈马舍伍德死后,联合国立刻对他的死因展开调查 最终得出结论,说这就是一起意外身亡 不过人们不相信,哪这么简单 由于这个英美比利时的公司在刚果有采矿经营权 所以很多人就怀疑是他们从中作梗 希望刚果尽早乱起来,好浑水摸鱼 这里边英国人的矿产最多,所以他们的嫌疑就最大 后来由于苏联南非利比亚等国介入了刚果的乱局 他们提供了不少的假情报 这些无端的猜忌和假情报混在一块以鹅传鹅 就让英国人彻底说不清了 前面提到的极其阴谋论属于无端猜测 而60年代伊拉克总统阿里夫的空战是得到证实的 60年代,一个放阿拉伯主义政党复兴党 在中东国家有很多支持者 由于他的成员鱼龙混杂 总部设在国外,阿里夫政府对他们很是排斥 66年决定把所有复兴党成员全部赶出政府部门 不久之后,他在乘坐直升机的过程当中突然失踪 几天之后找到了直升机的碎片 但是阿里夫本人尸骨无存 在事情发生之后,人们就怀疑是复兴党干的 不过这个时候复兴党势力相当大 没人敢去调查他们 第二年复兴党成员发动政变 控制了国家政权 一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 复兴党的统治才宣告结束 重获自由的伊拉克人民 对当时的阿里夫空战展开了调查 发现了就是复兴党党徒 混进了总统卫队在飞机上安的炸弹 几十年前的阴谋论终于被垂慈似了 所有空战能发展成阴谋论 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生的时间比较凑巧 正好处在一个政局不稳定的时间点 同时当事人又有很多敌人 满足这些条件才会有机会被写成阴谋论 这次伊朗老神棍坐飞机亲吻大地 充其量也就是飞行员的操作失误 不大可能是美国人或以色列干的 因为关于伊朗政体咱们都知道 掌握实权的是更大的那个老神棍 他没内衣 甭管是CIA还是摩萨德 要想暗杀的话就先搞那个大老神棍 这一劳永逸的多好 杀个莱西小逼仔那算什么 好了 关于空战引发的阴谋论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